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在美国办理L1和EB1C跨国公司经理签证和绿卡 我们此前有过这方面的文章 也有这样的我们律所新为名律师事务所办理的 这样的case成功案例的介绍 那么根据最近的一些更新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留学生 中国比如说很多人有移民美国的意向想法 但是比如说不一定每个人都符合杰出人才 国家利益豁免这些条件 或者有在美国的雇主来支持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符合条件 有的人可以办EB5投资移民 但是需要的费用比较多 也需要选一个合适的项目 那你如果符合条件也可以办L1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 过后呢办EB1C的绿卡 像这样呢 这个投资啊等等都可以由自己来掌握 那么具体来说呢 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那你在中国需要担任高管 已经超过一年 然后呢 公司派你到美国担任子公司的高管 这个子公司可以是母公司早已存在的 在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关联公司 也可以是公司新收购的 但是最多的情况呢 还是在美国新设立的这样的子公司 那么在美国新设立一个子公司有什么优点呢 主要就是你有一个灵活性啊 一开始的投入可以比较少 你可以一开始呢 公司不需要有专门雇这个员工 也不需要有营业额 有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了 另外呢 你需要租一个办公地点 在银行里公司账户开设 然后需要有一定的资金 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但是此后呢 一年以内这个商业计划书需要落实 在美国需要雇五六个以上的员工 然后呢 在美国需要有几十万美元的毛收入 越多越好 这样呢 在一年以后呢 你这个L1跨国公司经理的签证 就可以得到延期 基本的要求是这样的 那中国的母公司呢 一般也需要有 比如说若干的员工 这个十个以上吧 多越好 然后呢 当然具体的看情况啊 我们也曾经为更少人数的公司取得了批准 但是公司也需要有一定的实力 比如说组织架构图 有这个营业额啊 在中国有财务文件 包括纳税记录等等 显示呢 中国母公司有足够的业务 足够的营业额 revenue 像这些 不一定要有利润 当然你这个如果总是亏损很多呢 大家也不容易解释 但是呢 这个如果有能够自负盈亏啊 或者有少量盈利 有足够的营业额就可以 那既然是跨国公司高管那你需要提供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图 证明你在中国母公司以及美国子公司的相应的职位 职责等等 在其他方面呢 和H1B啊 O1啊等等工作签证差不多 主要的区别呢 就是那这个需要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都要符合条件 需要是关联公司 印度的申请人办理L1和EB1C的特别多 当然一个原因呢 是印度人其他类型EB2EB3排期很长 那怎么办呢 那么印度人也不能都是这个EB1A 所以呢 那其他人呢 就更多的想到 办这个EB1C和L1 总体来说吧 到现在为止呢 每一年中国申请人办理这种L1EB1C的数量 不到印度人的一个领头 反过来 在投资移民的领域 中国人申请人的数量 差不多是印度人的10倍以上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很多中国人很有实力啊 他这个钱很多 但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 他可能没有在美国经营的知识兴趣 或者说不了解这个情况啊 他就想他说 我就尽量多付钱就解决问题 那这个代表不同的思路 并不是多付钱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啊 然后也还存在有各种陷阱 延期以后呢你就有更长的时间 然后来决定来办理这个EB1C 另外大家知道呢 L1持有人 他的配偶拿L2签证可以在美国工作 不需要另外办理工作许可 那他的孩子呢 也可以拿L2签证在美国上公立的中小学 可以不用交学费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当然申请人需要符合条件 如果暂时不符合条件怎么办呢 那也很简单 你可以在中国继续积累这方面的条件 等到符合的时候 然后来申请 好 那当然这里头有的时候也存在有其他的一些 不能说陷阱吧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 有的中国公司呢 他这个购买收购了美国的公司 然后呢 这样呢 他就可以现成的 觉得说办这个L1EB1C会比较快一些 但是问题是收购了以后呢 这个出这个资金的新股东呢 和公司原有的管理层 经常在公司运营方向政策等等方面有分歧 结果呢 那造成这个运营中出现一些问题 那后来L1申请呢 也就没能顺利进行 那要避免这一点呢 那事先要准备好 要么你就自己从头建立一个子公司 或者你要考察好 然后呢 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通过L1和EB1C 跨国公司经理签证和绿卡途径 办理美国移民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周一期的决定 我们下周一期的决定